下一题 一道太阳铺水中 笔者的意思是 主播四色 我脸红 江北同学你大胆 老子第一要你管 让你了 老师 罚江北把古诗抄个七八十遍呗 这小子 居然敢欺负到你江北爷爷头上 老师管我天经地义 儿子管爹 天打雷劈 你 你说谁是儿子 我和你拼了 别犹子 玩不起是吧 没想到我这辈子 竟如此戏剧性的结束了 若是再回一次 我会说 小子还敢 少爷啊 你死得好惨 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 好惨 我 少爷 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你在也 什么少爷 这里是哪里啊 我真是 穿越了 前身的主神 是一个出生在修令世界的纹固死地 就连老爹都放弃了 你长进口没有的废物 少爷 你是哪里不舒服 莫非还在烦恼联姻之事 联姻 家里似乎给我安排了联姻 难道说是退婚留开局 我要与你解除婚人 我没事 请多老放心 少爷为了躲避与上官小姐见面 使出了浑身解数 老奴真是担心得紧呢 那您 是我要回婚 少爷难道被水淹得失了记忆 你在看到上官小姐的画像后便 什么牛马妖怪 快拿走 谢谢 少爷 我是背着你的相望下的平衡心思为我 少爷 你再听吗 投入了自家水井 少爷 你不要难为我了 这是 戏桶 不客手 必备的金手指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的情绪 少爷胡说 我怎么可能因为少爷一直拖延 不肯去大厅上见上官妇女儿埋怨呢 我这做下人的 即便因此被扣工钱 也不应有什么埋怨 收起反弹路气质 只十点 罢了 我也不想为难老师 帮我更衣 我去会会你说的这对父母 收集木气池 想以我信守念兰 江兄 别丧气 你家阿北再有几年 绝对能进入聚气境 阿北就那样了 以后留着 传宗接待 别聊江北了 南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都想他了 这 江南还在无极宗修炼中 我而江南自治优异 可他志在千里 江北自治平庸 每日无所事事 到处闯祸 得赶紧给江北成家拴脱的 上官家 正式首选 府上给你介绍的 是次子江 江山带有才人出 看好了 嗯 今日出的 便是我江家的 娇儿郎 江北事宜 你搞什么计谋 哎呀 不是说联姻吗 孔雀开平知道吧 得用力展现一下 自己优秀的一面嘛 这是犬子江北 快 小人呢 上官伯父好 上官小姐好 你好 见到你很高兴 但如果能见到令兄 就更高兴了 哦 果然是相貌堂堂啊 江兄啊 大家朋友多年 有些话我就明说了 恕我不能把女儿 许配给江家 除非是长子江南 这来者不善啊 那就别怪我 伯父 小只给您屈指一算 瞧您有眼无珠 脖子从黑 抢年三十有五 你 你说什么 谁给你的狗胆 哦 那么让我来给您瞧瞧 近看 像个大猪蹄子 远看 像个扫把条子 头上只有些玻璃猪子 鸡毛 你 你 瞧吧 我这呢 还有顶绿色帽子 戴上 别动 逆子 你想造反啊 老呀 喜怒啊 逆子 好不容易给你谈的亲事 就这么吹了 给我滚前去 反响 反响就反响 你丢这小胖子给我干嘛 要留过夜 你得找些千中后腔的妹 没头啊 别一天到晚想着花天酒地 这色美书 好好看 好好学 还有 我把你身上的钱 都没收了 老爷 老爹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我马上就能练成功 把你什么钱给我啊 是没说吗 若没学成一招办事 就别想出来 但算了 看来还是得用实力说话 少爷 你终于要开始修炼了吗 修炼等级可提升 是否升级 修炼 要系统谁还老是打做修炼 好惹 这就是修行的感觉吗 身体好像被打通了一般青样 不过 剩下的点数 好像不够学习其他技能吗 少爷 没事吧 你跟了我很久吧 少爷全身发热 难道忍不住想对我 我这纹裤身份 应该有些仇家 随便找个酒菜来刷刷弄气质 我问你要个人 少爷 咱们身上没有足够的银量去买通房丫鬟 如果少爷不嫌弃 我可以为少爷献身 谁要那炮啊 我要的是仇家 仇家 与少爷饶命 让我想想 与少爷结怨的人不少 为首的应该是陈菊少爷 好 今晚的幸运儿就是他了 少爷 老爷说过 不可以再惹是生非了 燕兰小姐来柳云城云游 今日我们银渡酒楼 特地为小姐设宴 东树柳云城人节地灵 我家小姐希望借此机会 以诗歌会友 今日的主题是 花 请大家以歌或师父为文 谁写的最好 便可和我家小姐对影相谈 这商业套路眼熟啊 这燕兰多半是酒楼的托吧 我发现陈菊少爷了 他在那儿 燕兰小姐 我是陈家大少爷 论财力和财学 我有责和第一个做事 好啊 钱是你害死 这一世再见 你我依然是仇人 看陈少爷如此积极 请问您所爱的花是 我要在第一时间 抓住燕兰小姐的心 哦 只爱牡丹 牡丹正如我一般高贵华丽 堂堂菊花公子 今日不爱菊 爱上了牡丹 江北 你叫谁菊花呢 这么特别的名字 当属陈家大少爷才配拥有 让我猜猜 陈叔给你请那天 定是看你长相别具一格 才勇敢而发 提了个橘子 原来是这样 你们别听他乱说 今日突然换了喜套 莫不是原本紧致的举掌了窗 变得如牡丹一样 你这小子 竟敢当中羞辱我掌痴窗 对了 燕兰小姐还在这儿 我不能失了分寸 哼 不和你一般见识 那可由不得你 你的怒气质这么好耍 我得嚎个痛快 牡丹花开 世间奇葩 你是奇葩 我是你爸 再无色彩 娇艳堂华 菊花喷有 沉菊说话 无欲伦比 风中飘香 属女最臭 海长智抽 红若烟云 蜻蜜欲立 智闯药歌 听医生话 有完没完 我忍不了了 高下立判 儿子叫爸 哎哟 我的屁股 这次沐气质收集了个够 听见到生气不少东西 这位公子的谈吐风趣幽默 颇有才气 不知燕兰是否有幸 能请公子也迎试一手 一览风华 迎试啊 不会 什么 不会你还这么转 刚才刷嘴皮子 到关键时候就不行了 这江北武不成文不就的 真是给我们柳云城丢人 不愧是江家废柴 男人不能说不行 怕什么 让我想想 熟了 与独爱莲之 除淤泥而不染 卓青莲而不妖 中通外直 他对莲的观察如此入味 确实是爱莲之人 如此传神的描述 宛如恋人的视线一般 将花朵品鉴 可远观 而不可泄满烟 小姐 小姐你怎么了 好 好厉害的诗文 华儿 把这半却词记下 可远观 他在表达对我的敬意吗 好特别的才子 我想认识他 公子文才斐然 让燕兰受益良多 不如我们一同品茶相谈 继续 品茶啥的就免了 用这茶水钱帮我开个房 让我住上一晚 如何 兔子 你这小子不要得寸进尺 燕兰小姐是你这烂蛤蟆 可以玷污的吗 丑不要脸 我给你拼了 哇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愤怒什么 但是突然这么多愤怒症 好爽啊 他竟然如此猛了 还以为是个懂礼数的才子 太让我失望了 那个 看来 你也同意我的意见了 那我先回房休息了 房费的事情交给你了 你一个人回去 啊 是啊 不然呢 弄起收集差不多了 没 没什么 工资完 原来你是真的就想睡觉 被撞到了 诶 少爷得得我 是我看错他了呀 他真的有些 特别 诶 少爷 昨天真的帅爆了 我一直以为你玩我不行 真是我瞎了眼 今日一瞧 您竟然还练成了吞天功法 又不战技 嗯 昨晚一定很努力在修炼吧 你怎么发现的 您可能刚练成没注意 刚才走路时不自觉地施展了一招办事 嗯 没错 我是做完练成的 休了三秒 既然如此 我们赶快回去跟老爷报告这个好消息吧 不不不 要回去 也得填包武藏庙才行 你我两顿没吃了吧 嗯 可是 老爷没收了我们所有银两 哎呀 这个好办 我家是大家族 多少都应该有些产业啥的吧 嘿嘿嘿 对哦 不愧是少爷 家族确实有不少产业 少爷如果直接享受银两 咱们去钱来庄吧 钱来庄 嘿嘿 一听就是富得流油的宝地 难道是赌场 先问掌柜搞个几百万两 然后 这有个屁的钱啊 明明就是个贫命库 这里确实叫钱来抓 也是我们家可以收租的地 几大家族 几大家族和城主 把这片地拿到后 租赁给流民和农民 然后定期收租收税 不过 今年大旱 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交上钱了 所以 所以我们就来这欺负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 比他们拿钱出来吗 少爷稀妒 小贱人 你竟然用脏水弄湿我的裙子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不是脏水 是我们从十公里外打回来的泉水 让你说话了吗 姐姐很想道理的 你弄脏我的衣服 我来弄花你的脸 不要 肥婆 不看那个女孩 江北 哎呀 我不是故意的 只不过大老远 看到一只猪妖对着小娃又喊又叫 忍不住脚滑了一下 你说我是猪妖 对 你瞧 多像啊 你这没羞为的废物 竟敢打我骂我 我只是在说事实 小孩 你来说说 这猪妖姐是咋样的人 这 别怕 我照着你 哦 上官姐姐经常来村里 找各种理由对我们拳脚相加 我父亲 我父亲的眼睛 就是被他拖下的 你 他是坏人 这样一个内外丑陋 人人喊打的东西 不是猪妖是什么呀 你 你们 废物 我跟你们拼了 该生气的是我们 多姚小姐若还有良知 现在就给这俩小孩道歉 凶小 你们也配 不配 真不配常人 你 你何事有的修为 我为啥要告诉你 你这四楼子 不 不 这哥哥 可惜你不自然 可是你不自然 这就是主意要拔着工 最后一天 给你猪鼻子整个容 给五星好皮肉签 哥哥好厉害 哎呀小意思啦 你这家伙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怎么 对我的还你美美全不满意 要不 我再补两下 少爷 他好歹去上官家签字 我们这样 是不是太过分了 哎呀放心啦 天塌下来有老爹挡着 可是 恩公哥哥 今天的事 皆因我和妹妹引起 如果有事 请让我们 你可别说会负责 我还没脑肿到 要小屁孩来顶事 我还没脑肿到小屁孩 就算你身够也不能想想我 是条汉子 话说回来 你们的水缸被砸坏了 还得重新打水吧 是的 今年大汉 我们需要从清泉山运水过来 唯一的水源竟然这么远 而且用人力的效率很低 难怪收成不好 如果在现代 拉一套水管就行了 水管 有了 修个水渠不就好了吗 水渠 那可要花不少银子 本少爷出五万了 不光是水渠 还要修路 五万了 少爷 你是认真的吗 快去 限你一刻钟回家 取钱带工人来 要赶在播种季节 挖条水去菜香 好 属下这就去 爷爷 在这边 我是前来村的村长 听丫头说了刚才的情况 谢谢江公子救了我的孙女 感谢恩公救了我的孩子们 别客气 村长来的正是时候 我刚想到一个振兴前来庄的计划 什么 我们村这么穷 还能有变化吗 大家听我说 计划主要分三步 先从清泉山挖水渠来灌溉 保证种地 再从邻村邻镇买些不同季节生长的瓜果蔬菜种子 指代成熟后 由村里组建行商小队 外出售卖赚取差价 恩公的办法好啊 我们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还有第四点 今年睡眠了 而且从明年开始只收两成 恩公 不 江大恩人 您真是我们的活菩萨呀 江公子大恩大德 我代表全村给您磕头了 老人家 快起来 等一下 江本 税收是你这废人说改就改的 这三个谁啊 他是四大家族梁家的二公子梁和川 听陈居兄说你变得嚣张了 起初我还不信 现在一看果然胆子肥了 哦 原来是痴创兄的好朋友 果然是猪狗一窝呀 成功收集一百六十六年度去值 废物 活得不耐烦了 趁这个机会 刚好试试新陈琴 嘿 魂掌魂 吉日不见 这废柴怎么进步这么大 不过如 娘 梁太 妹妹别看她 辣眼睛 小鬼头说什么呢 少爷 看下面 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梁公子还有这种嗜好啊 明明是你做的 谁让你在我发招的时候乱动呢 成功收集三百八十八年度去值 今天就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告辞 咦 刚才不是说要教训我吗 睡说的事就这么算了 将北 成功收集一百八十八年度去值 到现在还敢跟你爹 我这么说话呢 你才不是我爹 今天为父好好教你一手 三字经 可要记好了 仰无教 不 老爷 少爷他不光修为其身了 还学会了魂掌 在一个晚上的时间 这小子竟从毫无修为的凡人 一下子升到了开气惊 本来听到小少爷要银两的消息 还以为他又在闹事 害得咱们急匆匆赶来 是啊 没想到他给我们这样的惊喜 不过梁二公子好像快坚持不住了 我要不去来一下 慢着 有人来了 怎么不出声了 畜生 住手 成功收集八百八十八点度去值 看样貌 应该是梁和川他爹 梁叔 这孙子不会说人话 我帮你教训他 江少爷 犬子就算再不会说话 也用不着你来教育吧 我向来讲理 若只是因为出言无状 我也绝不会动手 但是我这出手教育 属于正当防卫 因为有些狗子 犬子确实爱乱友人 这家小儿 欺人太甚 成功收集八百八十八点度去值 我靠 这大叔的侯家好猛 若不是提升了修为 不过 高手的努力值也超级高 最后手可以不再留吧 我就是欺负他怎么了 过来打我呀 少后爷真是疯了吗 对方强这么多 还说让他吃点苦刀学会做人 又给我惹事 成功收集八百八十八点度去值 你死定了 玄音长 这啥玩意儿 想躲 老贼 至于吗 腰板错了 竟然瞬间击碎了我的玄音长 还有个比我厉害很多的强者在附近 江北 为教 看他忌惮的样子 难不成老爹安排了高手在保护我 既然如此 今日你给犬子赔礼道歉 我梁家就原谅你 爹 就这么算了 我的脸要 闭嘴 今天有高手在场 你是要脸还是要命 道歉 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 江少爷 莫非连老夫的一个薄面都不愿意给 不是不愿意给 但脸这东西 你压根没有啊 成功收集一千八百八十八点度去值 江北 你真当老夫不敢动你 你也知道自己是老东西 老子现在就 我就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你想动随便动 少爷有危险 我得去救他 不必了 你刚才透露出这么强的杀意 江北现在安全了 房顶上那股杀气 真是冲我来的 如果我真动了这小子 恐怕梁家就真凉了 怎么了 被你爷爷我的帅气惊呆了 我 还能忍 等等 我让你走 你倒是说到做到 逗我试试 现在嘴都不张 你当耍哭 我看你睡觉在古墓 嘴里有瀑布 四肢像熊 你当自己是战场礼物 其实你是 成功收集八百八十八点度去值 老爷 完了 你现在可以滚了 可别气死倒下 不说压到花花草草 空躺着也有碍世荣啊 气杀我爷 成功收集一千八百八十八点度去值 你吼喇叭大三干 少爷 住嘴吧 梁老爷 今天的事是我家少爷不对 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今天我不会动他 但是今日之事我记下了 我已经将江北的所作所为 非英传书告知其他家族 定要给我梁家讨回公道 这 一把年纪了 还跟小孩似的告状 真不知羞 对吧杜拉 少爷 您就少说两句吧 好好好 我们换个话题 你突然出现在这儿 是给我带五万两银子来了 我只带了这个 臭老洞 王我这不相信你 逆子 是我让杜老帮你回来的 竟敢偷溜出门 说 这一趟都惹了多少祸事 老爹 别生气 我现在就交代 说吧 昨晚我逃跑后 先去了云渡酒楼 好 在那碰到的陈爵 和他 交流了诗词歌赋 哦 我怎么听说 是你当中羞辱了他一番呢 呃 这个 今早 我又恰好在前来庄 碰到了上官小姐 也发生了一些 小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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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打了他 女子 你竟然一天不到的时间 得罪了所有家族 我也不想的呀 是他们太坏了 今天必须让你掉层屁 老爷 干事不好了 梁家 上官家 还有陈家 请老爷和少爷过去 麻烦找上门了 妙啊 复仇者集结 又有一大波怒气 只可以耗了 你们这副模样 都是出自江北之手 他把人家的花柔月貌 都给毁了 江北竟然舞蹈都变得那么强 啊 幸好昨晚没跟他发生冲突 可恶的江北 今天必须让他给我们磕头道歉 不然 真是俊狗姚美男 畜生老想着欺负人哪 啊 你给我适可而止 老爹 你可别想让我向这群憋三道歉 闭嘴 我说的话如果有用 你就不会经过热麻烦了 我早就习惯了 老爹 这么好说话 既然 祸是你闯出来的 你们凭什么作效 道歉 必须道歉 你自己摆平 摆平 什么意思 说说就甩 我是不是他亲生的呀 江北 天煞的东西 竟敢把我家如花似鱼的明珠打成这副模样 他要是我 那牛羊可不敢拉屎了 拜托 你看看他原先的样子 再看看现在这副尊容 碧月秋花 朦胧隐约 简直是上好的衣美 确实 你小子想死吗 可恶啊 没法反驳 爹 你也 强奸 那我儿子怎么 还有你嘛 裁缝进村不带吃 存心不聊 没事别去平民窟刷存在感 今年大旱 你们不帮农人解决问题就算了 还总用孩子去吸压百姓 简直是禽兽父子 垃圾中的战斗鸡 还有你 没有我啊 我和你并无恩怨 别怂啊 来都来了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没有 我不想惹你 君小 我来帮你泡一壶正宗的鸡花茶 你不要过来啊 但心地不坏 而且面对各大家主 也不怯场 江家主 不说点什么吗 你想让我说什么 江北私自更改农税 你还如此纵容他 把我们三家置于何地 梁兄多心了 农税的事 是我让阿北去的 至于打了你们的孩子 我管不到 年轻人 磕磕碰碰的才好成长 亲爹啊 这会儿竟然维护我了 看看我儿子脸 这口牙都被打掉了 这还是磕磕碰碰 还有上官家前进 我们小辈的冲突恩怨 让长辈来出面 未免小提大做 这样吗 你们两个一起来 我们比斗一回 我一打二 如何 我 我 我觉得不用了 我们是磕磕碰碰 明珠 明珠打不过的 老爷 报 啊 运势府的人到城外了 什么 武王的人到了 怎么气氛 突然这么紧张 这武王是什么来头 既然各位没什么事 那我带着逆子先走了 我 武王的不将造访 你不同我们一起前去招待吗 去又如何 不去又如何 武王 武王位高权重 我等柳云城的大族 应该主动前去拜见 这种表面功夫 你 你们去走个过场便是 没必要带上老夫 江万贯 你这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还是不把武王放在眼里 一群懦夫 少给我扣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啊 爹 哇 老爹 你太牛了吧 一位三完全不虚 喂 梁河川 头朝地 脚朝天 小心带着叔伯 上西天 滚 哎 老爹 你刚才那招叫什么呀 太强了 教我吧 你才皇级 学不来 皇级 五道四重天 第一重就是皇级 你哥是低竟二阶的强者 而杜冠家是天竞强者 杜老头身仓不漏啊 爹 那你是什么境界 也是天竞吗 我嘛 你以后就知道了 搞什么 什么 少爷 少爷 烟蓝姑娘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烟蓝 哦 是上回 给咱们交了一碗房费的妹子 看看她要给我说神 谢谢 十月十金 他们怎么来了 听说武王府要找的人在里面 啊 江公子怎么还不来 那人跟小姐只一面之缘 怎会来帮我们 还是想办法逃出去吧 可 江公子 你终于来了 哈喽 又见面了 你流了好多笔血 哦 没事 我听说你有危险就赶来了 好歹你也帮过我一次 准备一下 我们从房里搭洞出去 哦 对了 这帕子还你 成功收集 我帕子 这帕子 是我母亲送给我的 她很喜欢莲花 我呀 用她擦杯鞋 肯定惹燕燃生气了 她希望我 成为一个如同莲花的人 但是事与愿违 她看起来挺难过的 怎么安慰呢 对了 把艾莲说的后半部分告诉她吧 语备取 语 花之隐异者也 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 莲 花之君子者也 语 这是上下的半分子 橘之爱 咸有闻 莲之爱 铜鱼者何人 江公子 大蚌刁民 竟敢唐突燕蓝小姐 什么唐突啊 屎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啊 我刚才亲眼看到 你抱着小姐不撒手 你这下流之辈 肯定是想对燕蓝小姐行不轨之事 杨部将你误会了 她是我在柳云城的朋友 听说我快大婚 特地来看望我的 哦 原来如此 但郡主是武王的掌上明珠 还是少和市井平民接触为好 这 这也行 没想到燕蓝姑娘竟然是郡主 这你都不知道 可见你与郡主之间交情并不深厚 这样吧 如果你现在离开 我可以当做没见过你 滚吧 看她的样子 似乎不想回去 啊 燕蓝姑娘任我当朋友 这件事我管定 江公子 幸好之前收集的怒气质没有 升级之后 应该有一战之力 先拖延时间升级 我与郡主 您诗词相识 考你一题 答对我让 上句是 鼎叶直虎 笑山林 我们都是战场武夫 哪里懂这些啊 听好了 下句是 臭小子 竟敢骂我 三十八点奴气质 刀分斩 这不叫嘛 是教育 你不是武夫知是什么啊 我再教你几句 好好学 东方不亮 西方亮 二臂啥样 你啥样 这人的刀法有点浓险 我的战斗精英不辱的 得速战速决 有了 最后一句听好了 我有一根金箍棒 专打人渣 邦邦响 好 棒棒 化成小巴 一张一张 又一张 小羊 杨叔 我 棒 光天化日之下 两个大男人说什么 抱抱 也不害羞 阁下何人 为何出此重手 十六年都记直 懂不懂 李叔 问我名字之前 为何不先自爆家门 江公子 这人不是好招惹的 杨雷霆将军 是我父亲座下最勇猛的部下之一 你 曾经一人 搜清了柳云城中的百人邪修山寨 人城沙场雷王 好家伙 是个硬查 你 我们现在跑 还来得及吗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要么走 要么死 不愧是尚将军啊 凶有激雷 而灭如贫火 小子有点温柴 打断三条腿就行 不要你的命 老爹 别自作多情 将军这么多 我又没说是你 你是 胸有鸡毛 面如夜壶 真是臭得很啊 岂有此理 小小玄境竟口出狂言 今日留不得你 生其妖步 这小子的步伐精妙 竟能快过雷莽 不过 换招 别摆一摆 不愧是酒精沙场的人 战术变化 真真凑手不及 哎 打这么惨 知道我叔叔的厉害了吧 撒泡尿照着镜子 你这猪头 被我打的惨多了 还真嘴硬啊 说 给这小子一个痛快 让他再也张不开这张臭嘴 走 杨将军 住手 我跟你们回去 先不要再打 别求他 他就是百年乌龟下的仔 老坏蛋一个 还死 三百六十六点目细持 休不 自自死 啊 我也要拉你杨家的垫背 含好抖得快 没什么要害 不愧杨起翻 应该就剩一口气了 小杨 竟然连亲戚都吓得了很少 真不是东西啊 可恶 是你 是你害的 怎么能怪我呢 安全用电 从你做起 全部连树升级魂杖 事成事半 再死一搏 受死 受死 看我给你来个魂杖 不知所谓 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吗 我能定定意见 不过一个玄境而已 一人压制 我这下要进气了 铁 铁 铁铁 是玄铁无极锤 好久不见了 莉莉 哥 你怎么回来啊 圆主的记忆中 江南因姿势优越 从小就离开家 被带走去历练了 父亲传言说你最近到处惹祸 越来越无法无天 让我回来看看你 哎呦不是我惹祸 是祸惹我 尚将军 发起还你 我弟弟之前都有得罪 还请尽量 阿众伤我侄子 怎么能草草了事 江北 别缩在你哥身后 出来 我们单独解决 你真是痴肠通大脑 一有知识就往外拉 我这有高手相助 凭啥还和你单条 你有本事 就过来咬我呀 弟弟这修为 你到了玄境 你出来 我跟你决一死战 好好好 我这就出来给你机会 来朝这打 我打死 我又回去了 我又出来了 打我要不打 我又回去了 父亲说的没错 你现在越来越疲了 我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见到条狗 还不能逗逗了 你竟然说我是狗 这小子他哥是地境强者 他俩联手的话 我恐怕没法招架 罢了 带上郡主 我们回复 慢着 是幽步 弟弟的战绩竟也精进如斯 别人留下 小心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把你的当手拿开 郡主 岂是你这等事情 小民可以随意触碰的 你们疏直的眼神不好 就只看医生 我对郡主的行为 叫助人为乐 反倒是你 上来又绑人又扣鸭呢 眼里还有没有这种 你们敢如此对我 这是和五王府作对 你们现在扭动如蛆虫 我是在给五王府除害 你勾搭已有婚约的燕兰郡主 还阻拦他回府 此等恶行 五王必然 杨将军 江公子并没有逼迫我什么 我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郡主 你被这小子下了什么药 五王家财万贯 什么下药 这叫人格魅力 事情真相大白了 郡主之所以留下来 是出于他的本意 将军若保证不再为难我弟弟和郡主 我便给你送我 眼下低我力量悬殊 我答应你 给我松开 我不找你弟弟的麻烦 好 等等 你不找我 我还不打算放过你呢 我被你那闪电泥丘打的一下 还有你侄子当众造谣我的精神损失 破坏酒楼的基础设施 可还都没算 成功收集一百点 杨大将军 别给我得寸进尺 现在你还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啊 杨大将军 你的选择只有 接受惩罚这一条路可以走 如果选对了 唱一首征服小曲就行 若是选到空的时候 你就要给我打三下 收集两百点路进尺 去你 鬼才跟你选 好好的 骨头要碎了 我说过 现在的你 没有拒绝我的权利 我选 这个 哇塞 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 获得超级巴掌三分 什么 不不不不 我唱 我跟你唱圈 升工出集三千优 等华萧交谋的车都打转 他竟敢如此凶辱杨大将军 江北,你给我挡他,谁瞅我迹象啊 慢走不送 江公子,你不怕他报复吗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 再说了,能为燕兰姑娘分忧是我的荣幸 多谢江公子,为什么我的脸会这么疼 心脏也跳得好快 将军,郡主他,可恶啊 那个江北定是给郡主吓了迷魂药 我们这回是代不回燕兰郡主了 等着回去找五王领分 且慢,小人有一计 能助将军从江北那夺回郡主 谁 将军好,小人柳云城陈家,陈局 我看你修为尚且,凭什么能从江北那抢人 因为,我知道他的弱点 江北小时候外出曾被恶灵袭击过 落下了童年阴影 以至于到了现在,我们跟他提起恶灵 就能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假的尚有此等效果 如今我给将军带来了 真祸 好啊,好小子 好谋略,够很多 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 小人一直想加入御事军 但一直没有机遇 这好吧,在事成之后 本将军亲自带你进军营 那陈某在此先谢过杨将军了 江北他必死无疑 我打死你个鬼儿子 给我下来 要四处惹事 江家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傻子才下去啊 爹啊,你怎么突然不想做人 赶当王八了 哎呀,老爷,小小气 少爷这时好心就 我气得不是他救人 是他得礼不饶人 今天能打将军 明天,直不定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不好意思 好像给你加热麻烦了 不必在意 我弟弟闯祸也不止一两回了 从小 啊,别打了 我只有三条腿 全一条都不行啊 还保腿 你能保住自己的命吗 第一下的修士 宛如蝼蚁 你在玄境就这般莽撞 老爹 我已经修炼到玄境 入伍到第二床 怎么还算蝼蚁呢 玄境 还差得远啊 那时的聚气和开气 是为了打开凡人之躯 强化肉身来适应功法学习 二者完成后 才算步入玄境 所以说玄境 只是修炼的第一次 只有到了地境 才能正确运用灵力 打出成倍的伤害 哦,原来如此 想要成为地境 不光修为要达到玄境五阶 功法和战技 都得达到玄境五层才行 且禁忌过程中一旦失败 还可能会反噬原身 没错 我修炼这一阶段 也停滞了三年 才有突破的机会 听着好复杂 这修行可真难啊 好在 系统 最近收集到的怒气值很多 点一下 恭喜宿主 您的修为已提升至 玄境五阶 这是什么情况 你是谁 姜公子 这是突破了 怎么可能 哪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续晋级 刚才那个女孩怎么回事 难道是 我眼花了 姜公子 恭喜你啊 你哥已经是年轻一代修士工进击最快的 没想到你更加逆偏 弟弟 现在感觉如何 有哪里疼痛啊 我感觉好极了 正如老爹所说 玄境五重的灵力特别足 魂真有劲 现在陈梁上官家那三孙子一起上 我都无待怕的 臭小子没完了是吧 成功收集一百八十八点诺气值 你 好大儿 你今日晋级如此迅速 定要好生休息 巩固灵力 这成功 老家伙看我晋级都变得这么客气 郡主 也请早些回房休息吧 有劳江前辈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姜公子 姜公子如此慢命地帮我 小女子无以为报 我也 郡主 这使不得呀 这个你收着 真是 那是回灵丹 今天你的灵力损耗严重 吃它能强劲回气 稳固灵丹 今天多谢你了 我先回房休息 真是的 要给我丹药直说不就行了吗 还要动手动脚 害你白气的 这男孩子在外果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特别是像我这样英俊交杂 尽身 停 请宿主别再说这些恶心的话了 谁 什么鬼动静 是我 你的怒气系统 可以叫我小恩 这个声音 我想起来了 我进阶的时候你出现过 没错 那是我的具象化 宿主在重要的阶段升级 我就会跟着提升系统状态 初始阶段仅能无意识的代码交流 也就是系统弹窗 当宿主提升至旋径5时 便激活了我的意识 若宿主能提升至更高的等级 我会拥有具象灵体 系统的功能也会更强大 太好了 系统居然也能升级 话说回来 你现在是待在我的脑袋里吗 没错 我与宿主意识交融 还能读取宿主的想法和记忆 包括你过去看过的10086部电影 你看得也太花了吧 麻烦以后思想阳光健康写 净是些颜色废料 你看了我的珍藏 我还没问你要钱呢 你还好意思说我 有人敲门 本系统告辞 这么晚了 不会是敬主要来演习吧 久等 我去 这是火酒剑 竟然是活的鬼 好臭好恶心 莫不是只爸爸怪吧 不太想亲自动手 还是游人吧 老爹 父老 哥 这种东西 藏在户籍 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恐人群 能打就打 打不过脚 跑 我能出去你们家 怎么还买一送一呀 不是这鬼孙子属猴的吗 算这么快 现在前有狼 后有狂 情况不妙啊 哎呦 下次乱家了 没办法了 是好 你怎么继续 这玩意竟然这么肯做 敢像你爷爷 今天就让你从头做神 成功收集一百五十八点多气质 哦 为什么这玩意儿 也能刷动气质啊 你发肉血 跟飞了力 担心是感动不了我 你 耍得爽 让北北老师 再给你来一个空气刘海 包你成为鬼剑 最料的仔 天公子小心 没事吧 郡主 你 我把恶灵都消灭了 你不用害怕了 我不是怕 我的耍分宝 对了 原来燕蓝郡主 竟然也是修道中人 是啊 所以我才能顺利逃住五王府 弟弟 你不怕鬼了 哼 不过是打败几只玄机恶灵而已 就说呢 怎么一个护卫都没来 本来是他们就故意不出手 还准备等着百家玩意儿顶不住的时候再出手 好好教育教育他那一战 哎 不用夸我 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 老江拍在沙滩上啊 好小子 口气这么狂 我决定了 明日你跟你哥出门历练去吧 目的地是恶灵小巢 哪里 最近幽云镇边上的恶灵小巢 封印有所公布 你们将被人呢 爹 我不要离开你啊 臭小子 给我撒开 我 我要在这里当一个冰冰不起的富二代 又回又别的事情 又他哥就够了 趁我发标签 你最好给我松手 那 那非要出门的话 先给个几万两银票傍针 为民除害 本就是天经第一的事 你这臭小子眼里只有想乐和钱 我现在就打死你这个败这玩意儿 你 别中动 打工人不拿钱怎么干活 弟弟 听爹的话 爹主妇们的这事看起来挺严重的 要不我们现在就动身 不 等等 在此之前 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 怎么在江北惨叫后突然没想 那若妻应该当场就被吓傻了 说不定 移民 什么鬼动静 鬼啊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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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火 好怕 大侠 不 大鬼饶命 我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那样 没想到你这朵臭菊花 还敢带恶灵来搞我 江北 你怎么 没死在那恶灵手下对不对 我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 玩笑 那我也跟你玩一玩 你整 北 北 北 是我错了 是我人狗胆大 到底是人还是狗 叫一句听听 好可怕呀 感觉不做就会被杀死 对不起 爷 娘 汉儿要给陈家丢人了 哦 成功收集 零点八点怒气质 才这点怒气质 你再变肚子了 好了 我警告你 如果还有下次 就不止是烧光你衣服 这么简单了 江兄仗义 我不是他的对手 这下给杨将军许诺过的事 没法兑现了 要不 我还是趁现在先逃了 你要去哪儿啊 律师军规 反不守承诺者 党自行剖腹谢罪 杨将军饶命 这次失败 是小人低估了江北 小人愿意献上黄金马鞍给您 望将军 能留小人一条狗命 这马鞍是钱筹上当宝物 其价值无法计算 属下还听说 这姓陈的 确实加财万宽 最近府上在征兵 这小子既有财力 修为也算难看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 明天的兵服报到吧 真 真的 太好了 将军心胸宽广 小人十分佩服 小人对将军的景仰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犹如 够了 带罗嗦就垫你 原来如此 一切都是陈家搞出来的 弟弟通过恶灵 不一上的一丝灵气 便得知了幕后黑手的身份 这成长可见一斑 哼 还算有长进 不过看情况 其他几家 怕是会和武王战一道 郡主 不能长留在府中了 这个好办 他跟我们一起去干恶灵呗 嗯 江北 再叫两个叫子 当然啊 这费用 陪老爹报交 报你个头啊 你给我下来 我是让你出去磨练 不是让你出去玩的 弟弟 恶灵暴动祸国殃民 我们此番前去镇压恶灵小巢 关系重大 切莫而谢 可是幽云镇离咱们这儿 有一定距离啊 我们走后 就剩爹留在府上 万一其他几家联合武王再来作怪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让杜老他们 护送郡主到吴吉宗 那里不会有人打扰 宗主 我把吴吉宗的二长老和三长老带来了 宗 宗主 爹就是吴吉宗的宗主 原来我不光是富二代 还是宗主之子 是啊 父亲没跟你说吗 不光 新奇老男人 这么大一个宗文 随便找两个人看个礼物就好了 逆子 这是由不得你 江公子别怕 我们五王府的唐书三将军在山下助手 你们若是有麻烦 可以找他 听到了吗 那副本已经有人去开荒了 我和大哥 还是在家陪您安享晚年 就是因为他没法解决恶灵首领 幽云阵才会引发暴动的 抬走抬走 再看这臭小子一眼 都会被气死 是 啊 老爹也太无情了 等等江哥 你们是去幽云阵吗 二代 你怎么来了 江哥 救救我妈妈吧 我听杜叔说 前来庄在你的指导下发展的不错 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 就在前天 爸爸和妈妈去幽云阵埋货 被那里的山贼打劫了 妈妈被抓走后 山贼让我们找村子里漂亮的姐姐去换他 哈哈 我该怎么办 没想到那边不仅恶灵动乱 连山贼也这么猖狂 是我建议他们外出走生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二代你放心 山贼胆敢伤害我的朋友 就必须付出代价 山灯架 你说那小鬼会带姑娘过来吗 肯定会 我们绑了他老娘呢 你们看 这牛看起来不错 可能小姑娘害怕 多穿了几件衣裳 那我们可要在大哥动手前 和他好好的 嘿嘿嘿 几位壮士 你们可是要和奴家 嘿嘿嘿 这是当然 什么鬼东西 你们快去买平的 这不能不理的东西 还有同伙 真没礼貌 人家可是柳云城一枝花 记不住的话 人家可是会 生气的呀 弟弟何必大费周章 这些山贼交给我 不就好了 不一样 一整个山寨的怒气质 不刷白不刷 贪心不足 蛇吞象 宿主小心翻车 我不就投个山寨吗 这也有危险 宿主 这山寨投资的修为 可是地境一级 你对自己的实力 没点数吗 做鲁莽出手 无异于找屎 呸 是找死 你也太嚣张了 好好当个安静的哑巴 不好吗 我可是你的神 你的希望 你成仙是否的对象 麻烦你恭恭敬敬地 叫我一声 主人 你想得美 是在和我说话 还是个傲侨 主人 嗯 前辈就是我们的 黑龙寨主人 啊 不对 我不是让你叫 没想到 弟弟有如此癖好 哥 你别误会 你们几个 站住 干啥来的 问候你母亲的 成功收集288点诺剧值 臭小子 敢骂我 成功收集288点诺剧值 没查读人了 三当家 快把我们三当家放了 这可不行 你得先去通知大当家一声 就说 我是灭霸 要三当家的话 就让他把脖子洗 干净来见我 岂有此理 灭霸 周围没这么一号人物啊 管他是谁 敢在我们黑龙寨撒野 真当我记大虎是软柿子 随他们捏了不成 灭霸 守死 出几地匠 我来试探一试 死门杂 他的剪法 不止地匠一层 江北 麻烦我黑龙寨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他的实力在直杀 还是换我 不 我要自己打回来 之前搜刮的顶数 我还没用呢 你就是黑龙寨的头吧 最近山贼四处作乱 都是你搞的鬼 正是 我们下山 不过是逃生活吧 只不过 你们买东西 用的是货币 我们用的是人命 人渣 刚才没吃够骨头是吧 看我这次网你 什么情况 这一小子的招式 正在约比一强 成功收集 一百八十八点弄气质 大虾饶命 我错了 这可不行 你数黄瓜的 前排 刚才你出拳头 我直不 成功收集 三百八十八点 数算数 成功收集 五百八十八点 堂堂一个山贼头子 才这点弄气质 不够你爹塞牙缝呢 这地方害人不浅 把搜刮的不义之财都还回去 剩下的都搬到前来装吧 江哥 谢谢你救出了我妈妈 我以后也要修炼 要像江哥一样勇敢厉害 好说 小爷以后有空 可以指点你几招 见过少宗主 这是 这群山贼本性难改 我找了道友护送他们回去 还是哥想的周到 少宗主 这山阴气很重 您要不要 随我们一同下山 阴气 是的 山腰上的黑雾 似乎被某种阵法加持着 让人感觉不舒服 喂 你们这山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以前黑龙寨 其实建在山上更高处 不过 最近山间恶灵突然变多 我们没办法 才把寨子往下班 还贿赂了 前来围剿恶灵的 御师部将 唐祝森 来护我们周全 可不 御师君竟然以山贼告继 什么声音 好强劲的灵力 又有美味的食物送来了 你们快走 这 这里也危险 我跟他们一起走 你给我留下 老爹让你来 就是为了这一刻 好好历练去吧 大哥 你不正义啊 好疼啊 你有口臭你知道吗 还有你 想不到 这些恶灵也不是很强嘛 不可掉以轻心 这里恐怕就是这幽山最可怕的地方 威威的人类 江北 江北 你想做什么 现在幽山的封印部门 刑事一定要小心 放心 我就去跟他打声招呼 喂 刚才是你在说话吗 咋不出来教训我们呢 是不想吗 放肆 你是何人 敢这样和我说话 我的名字 本座行不更名 座不改姓 周府部将 唐树森士也 哎 小了点 你归宿在里面不出来 装肚子呢 王八都没你这么酸 没看我哥在这等着捶你吗 难道是睡着了 睡什么睡起来 嗨 让爷爷我感受到你的技巧 要不老子 赏你一泡童子尿 给你滋想 你敢 八百八十八点弄气值 弃杀我爷 其实很爽 情况 也是不太妙啊 黄口小儿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怎么还带一群小弟 卑微的人类 不今日是要屠杀你们 先杀唐树森 你们谁是 唐树森不在这 你要对战的人是我 哥 你一个人对这老东西没问题吧 好可怕 恶灵好多呀 唐树森就跑到那边去了 我得去找他 你们跟上他 去死了唐树森 这局本与中计 你们就随我一起去干掉奸臣 为您除害吧 有了 是御师军 唐将军 唐树森将军 谁叫我 唐哥 哪来这么多鬼东西啊 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唐哥 哪嘎大来的臭崽子 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吗 那人就是唐树森 唐树森 你但敢作假我们老大 今天就是你的死器 这群恶灵好像十分憎恨 只能硬杠了 兄弟们 随我杀过去 杀 这恶灵的数量也太多了 大哥 怎么办呢 兄弟们撑不住了 完肚子 再不走 我恐怕也要死在这里 兄弟们 你们先撑一下 我去搬救边了啊 这死嘴太狗了 竟然卖队友 团树森 我跟你一起 团树森啊 今年是日本命年啊 谁让你搬老子裤子 唐哥别生气 你不是说这群恶灵 不过是些小菜鸡 还说这群满脸清光 满眼凑凑的恶灵 要撞在你手里 你就让他们死光光 不要管内裤了 冲就完事了 数字而根 堂树森下吧 看我们不把你撕了 我不是 我没有啊 啊 唐老弟的怒气质还不赖吗 简直是人形电池 一级更比六级强 接下来去老哥那看看 还能不能前后一步 怒气质 我了 我的后盾 你小子有点本事 不过接下来 我要动真格了 我会让你感到 毕生难忘的恐惧 哎我说 没事不要乱叫 混蛋 这竟敢 长得丑就算了 嗓门难听还豪歌不停 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啊 你一个刚入地境的臭小鬼 竟敢惹我 看我不把你碎尸万段 糟了 弟弟躲开 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就 好 混蛋 竟敢动我的家人 这小子的灵气波动好奇怪 让你尝尝小姐的怒火 流山的恶灵鬼王 给我受死 将被秦安突破了地境二姐 打赢了幽鬼 那些混乱 林里耗尽 他这是附和作战 死后严重 这是怎么回事 恶灵都化成灰了 赢了 我们赢了 只有真山的幽鬼死去 小恶灵才会烟灵 可谁能杀死幽鬼 这不是吴奇宗 邵宗主江南吗 邵宗主 难道说这幽山的鬼王 是您解决的 果然英雄出上 不是我 解决幽鬼的是他 要谢就谢我弟 是不是之前坑我的家伙吗 要谢就 弟弟说什么 就可以 可可以 这小子睡着也这么讨厌 家弟重伤脑子糊涂了 若无其他事 我们先走了 两位少侠 侠干一胆 我一定上奏武王 替忧山百姓 好好感谢两位少侠 这不是幽鬼的老虫 千玛 东北 我好怕呀 别怕 有我 贝贝 你好好啊 江公子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我菊花 害我好梦 你昏迷了整整三天 我们都很担心 这是安神药 快扶下 我睡了这么久 是啊 你逞强杀有鬼的事 我们也听说了 实在太危险了 这很有趣 他少过很长时间 抱歉 上瘾你担心了 要凉了 你自己喝吧 香兰这是怎么了 宿主太虚了呀 男人不补 辈子肯定跑啊 鸡鸭说谁去的 小老弟 竟然因为体力不知晕倒了 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宿主 这句话早八百年就听烂了 小爷我不care 这次从恶灵那儿捡回条命 下回你还有这么好运吗 确实啊 家里蹲不了个被子 一出门 到处都是大楼 来吧 少年 是时候搞一把专属装备了 专属武器 这些太酷了 可是 我要去哪儿找这些材料呢 经检测 正北方向五百米处 有宿主所需的天才地宝 这个方向是 藏宝楼 我的天我的老 我的眠苦我的好 大中午怎么还有人把守啊 他们不吃饭的吗 宿主你这不也没吃饭 鬼鬼祟祟的来偷东西吗 偷 销炼者的事 那能叫偷吗 嗯 事到如今 唯有三十六计 六尾上计 宿主 你这就要放弃了 呃 原来你说的是偷溜进去啊 这就迂回 少废话 走 检测到千年悬艇 超界金刚石 极寒冰晶 是否拿取 我的可乖乖 原来我家这么豪狠的吗 看我偷偷努力 惊艳你们所有人 你又被射瞎了 哇 生死高调石华用内涵的剑 才配得上我江北 宿主快走 宝剑出师威力太强了 这藏宝龙谷不要摊了 这什么 天哪 这啥情况呀 是江北少宗主 我们得赶紧将此事报告给江南师兄和长老 这 这什么鬼东西 杀杀力这么强的吗 请宿主为宝剑赐名 完成认主 哦 还没给我的大宝贝取名字呢 像我江北这么帅气高冷人 我的剑 也一定要取一个帅气十足的名字 行好了 就叫无敌神剑吧 哥们儿 你太疯了 八点都气质 这剑还有脾气啊 当小爷先试试你的威力 与剑 江北 你没事吧 没事 不仅没事 我还拿到大宝剑 哥 长老 你们快躲开 江北 你在干什么 快停下 长老 我也不想这样啊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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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神剑 你不乖啊 怎么不听我指挥 啊 江北 成功收集 六百八十八点弄气值 最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我 我这不是想要试试刚弄到的武器吗 谁知道 长老 长老 山门外来 都是说是 是 是 长老 门外有个叫 唐树森的说想见少总主 唐树森 那个怂报部长 哎 哎 走走走 我跟你去会会这个唐树森 他哥我是老数人了 江北 这笔账我回头再跟你算 唐将军 西客呀 说吧 找你江北爷爷什么事啊 这 罪还是这么毒 若不是武王命令 真不想见到他 我此次释放武王之命 特来请二位少宗主赴宴 以达谢二位 剿灭恶灵的大恩 哦 达谢就不必了 剿灭恶灵 本就是我们无集中的责任 就是 我们可不像某些人啊 不光能力不行 还干着勾结山贼的够呢 你 成功收集 二百一十八点怒气值 至于这什么厚礼 唐将军就带回去吧 慢着 江北师兄 还是去一趟王府吧 天兰 这是为何 听说武王府的燕兰小姐 要和刁毛世子联姻 师弟正想去瞧瞧大事面呢 哈哈 天兰 你不是因为不满年 阴在逃离王府吗 趁着现在好似 有机让你带他回去 好 既然师弟想见见世面 那这宴会 我们无集中走一走 倒也无妨 哈哈哈哈 妖魔世子大驾光临 真是让本王虎鹏必生辉 来 我敬你一杯 嗯 我此次来 是为了看看我的未婚妻 燕兰小姐 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不知道燕兰身在何处呢 这个 你 快去 把燕兰请出来 我去啊 小姐不是早跑了吗 我要去哪找啊 你出门装装样子 在府上转一圈 回来就说郡主 生病 睡觉傻的糊弄过去 快去 吴吉宗 少宗主到 优贺 武王好大的娇气啊 臣都被你冲飞过来了 哎呀呀 两位少宗主终于到了 来来来 快坐 快坐 这少宗主怎么人帅醉不的 还优贺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帅气完美的男人 关好你的狗眼 你的狗狗眼 哇 他竟然看我的眼睛像大狗狗 啊 这雕毛怎么怪怪的 这气氛 来人 安排酒宴 且慢 敢问江少宗主明慧 啊 不知本狮子可有幸 邀你共赴 吴 吴你个大猴鬼 我哥可是钢铁之男 也不撒朋友照着自己 你这个死气白裂的小白脸 成功收集268点怒气值 你说我是小白脸 你不也养着一个小白脸吗 不会是因为我雕毛长得俊秀 让你嫉妒 成功收集588点怒气值 雕毛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这脸有点熟悉啊 哦 我知道了 你是燕兰他哥 头变态 我的个乖乖 这个雕毛可真是神采啊 成功了 眼毛许小孩不怪 燕兰 你咳嗽回来了 父王 女儿此次前来 就是要解除和雕毛的婚姻 什么 婚姻不是儿戏 岂如你胡闹 女儿没有胡来 正是和江北他们相处的这段日子 我才知道 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 燕兰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一定是被江北这个顽固给带坏了 哎呦 难怪郡主有家不想回 原来是摊上了这么个混账爹 女儿回来 不但一句关心都没 反而指责他 我 我只是 成功收集一百一十八点怒气值 这是什么 只是觉得 他是一个联姻的工具 你 成功收集两百九十八点怒气值 我什么 啊 你要感谢我一直保护燕兰小姐 还要再多不好意思啊 你要不要脸皮这么厚 燕兰小姐确实在府上待了一段时间 您老呢 要想给酬姐也好说 就咱俩这关系 只要这个数 嗯 五百两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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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两 不对 五万两 错 难不成是 五十万两 成功收集五百八十八点怒气值 哼 你怎么不去抢 被家成功收集八百八十八点怒气值 来人 拿下 对对对对 江南要活的 江北 搞死散了 遵命 弟弟你先送燕兰小姐离开 我来断号 老哥说对 燕兰武功不好 一击走太危险 跑我 北少爷 你带着燕兰 赶紧回无极宗场人帮忙 少爷你呢 你要去救我哥 臭小子 有本事你别跑 怎么不跑了 天无绝人之路 绝起来真没路 看来老天都不想帮你们 受死了 虚无知求 别想再害我哥 不是让你先走了吗 要走一起走 皮肤汉术 不自量力 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 文化地狱第一事 拔蛇地狱 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看来凶多吉少了 小的们 一起上 开网 没完没了了 哥 哥 你坚持住 我马上就来救你 哥 首领 雕猫世子 不是让我们活捉江南 这样下去会不会 文王殿下 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个草包 江南要活的 你说的对 还要向世子交差 江南就放他一马 不过江本 必死无疑 哥 哥 我们 几人才真 西头 一声进进 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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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小子 请检测 此人是天剑V节的高手 宿主最多只能升到地境四级 是没有一战之力的 我试一下怎么知道 好吧宿主 祝你好运 现在升级 这小子什么天才 重伤之下竟还能飞速进进 不行 此次万不可留 等活地狱 第二是 剑刀地狱 终起来了 天狱 瞎我 我必吞天 吞天功法 八度 什么 天剑以下就从来没有人能逃出我地狱之门的围攻 文章 竟然还能反杀 今日 就让你们这群杂碎好好看 本少女实力 什么狗屁地狱之门 小爷我 白白奉还 老子直播不愧 死了也吃了 少爷 住了 少爷 我来迟了 没事 回神老爹 靠你功勤 少爷 成功收集三年都即职 王啊 我儿子怎么样了 少宗主一切都好 今日就该醒了 好好好 能醒就好啊 只是少宗主经脉禁断了 以后恐怕要成废人 这么重要的事你不早说 这不是怕你接受不了现实 铺垫一下再说 吵什么吵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儿子你醒了 有没有哪儿不舒服的 你们那么大声 连龙子都要发生医学奇迹了 行了就好 行了就好 你先休息啊 爹就不烦你了 等等 爹 刚刚我听王医生说我 精耐剧断 你那一惊洗嘴单呢 给我 我就知道我的私藏宝库 被这逆子踩过地儿了 给你 给你 恭喜宿主捡了个大便宜 我这身体是怎么了 宿主现在的身体经脉已经大换血 更加坚韧了 我是坑爹效果这么先做 嘿嘿那是当然 一惊洗嘴单不仅能重铸经脉 还能强筋断体 对宿主以后的进阶之路大有屁意 啊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 哎 伤口撕裂了 呃 我该 老爷 已经查明 就是他伤了少爷们 此人用的功法极其诡异 是地狱之门 地狱之门 那不是幽冥一派才会使用的功法吗 说 闻王炼制你们半灵恶人有什么阴谋 和幽冥又有什么关系 我一个也逃不了 幽冥万岁 幽冥万岁 哈哈哈哈 不好 他自尽了 祝老 此事 恐怕真与镇压在柳州乌山恶陵大潮的幽冥村者有关 我速去乌山恶陵大潮一趟 那两个傻小子 就交给你了 老爷放心 看来 看来 要变天了 要不 该如何做你心里清楚 一周之后 我需要三百修士血迹 道人 三百修士太多了 我怕我没有机会 少废话 九珍来了 爹地 开门 我是毛二 你不是去赤阳城与五王商谈结亲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头发呢 爹地 我被人欺负了 好好说 怎么回事 吴吉宗 一个叫江北的闯进了五王府 挪走了侯燕兰 还有我的江南 就连吴首领也被江北请走了 什么 我好不容易喂养起来的天井高手也被抓走了 爹地 你没事吧 等等 吴吉宗 三百修士有仇落了 毛二 这个仇 北父帮你报 爹地好帅 我又灭了这吴吉宗 辩太怎么还不回来 王爷别生气 辩太马上就过来 辩太世子到 父王 母妃 他儿啊 你终于回来了 快去灭了吴吉宗 救你阎兰妹妹 父王放心 我带着大军一定灭了吴吉宗 二建议和文王府结盟 共同出兵 一起拿下吴吉宗 都听辩太的 都听辩太的 唉 睡得好舒服 我弟可乖乖 无愧是文武双王 谣隔千里 都能给我松动细致 弟弟 别头懒了 好不容易恢复身体 就该多锻炼锻炼 来 和我比一比预见之术 啊 你周上猜好 就不能消你会吧 再说了 你那分明是浴个锤子 嗯 我知道了 你是怕了 啊 那弟弟你就好好休息吧 校爷我怕个锤子 来就来 我说你屁 捉天捉地 超级无敌 呜呼 哎 喂 高空包我还有没有顾得心啊 弟弟 你看 啊 肃叫江北出来临死 叫江北出来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孙哉 谁 自然是谁答应 谁就是了 请问叫你江北爷爷什么事啊 就是你把我妹妹燕兰拐走的 这 搞笑 我分明是带燕兰逃出狼窝 成龙收紧111点度戒指 哎呀 变态兄 和他废什么话呀 干就完了 小废话 把我妹妹交出来 弟弟 我来帮你 哎 是江南 快把江南用着 江南 嘿嘿 江南是我的了 以多其手 省之不武 变态 对 省之不武 我拉 你以为你就变态 我就会怕你 你个小吃狼 成龙收紧568点度戒指 哼 江北 我今日必报柳云城之仇 为了提升陈局的实力 我可是下了好一番功火 必死 来我拉了 就这点吧 是 铁杆来扔我 弟弟 快跑 啊 哥 放开我 哥 别着急 下一个就是你 虚无之球 还不错 不知道这个你抵不抵挡得住呢 爹 爹 好 那 哥 北少爷 请慢 那群黑衣人 个个都是天井高手 北少爷 一一敌三 是打不过的 北少爷 就安心待在里面吧 老夫亲自去救南少爷 放我出去啊 杜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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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朗也撑不住的 天井是 也也伸到天井和你们斗 杜朗 稍后弄其枝 尽上 宿主 以你现在的身体素质 伸到天井很容易出问题的 怕什么 来 好吧 宿主 真是任何困难都打不倒宿主啊 天井一阶升级中 杜朗 还有多久到天井 宿主 快了 救救我 天井一阶 获得星战计 满月猎空刃 祝你江北爷爷一斩 是二少宿主 二少宿主震退了恶灵 这小子进原地进神天井 你们这些垃圾 有本事和江北爷爷我斗 成功升级四百一十点诺切纸 大的口气 你小的不要不是好歹 谁不是好歹 好强悍的战绩 只能联手用那个了 小爷现在可 不怕你 从都给小爷死 不好 北少爷要入魔了 爹爹 接下来 你杀时刻 快撤 逃 想逃到哪去啊 快走快走 也没有人和我说江北这么强呀 放心 在场的一个也跑不了 你们也是 你 你清醒一点 北 北少爷 去死吧 贝尔 住手吧 北少爷 爹爹 这是呢 怎么有个女人 是女子好灭熟啊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很亲切 贝尔 你来了 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贝尔 你很快就会知道 啊 南儿 你可要快快长大 保护弟弟啊 那不行 小北也得快快长大 哥哥 一起保护妈妈 快把我儿子放下来 哈哈哈哈 我爹 有你身手的福气 所以 你是我的母亲 我是魔女的儿子 贝尔 已经后悔知道 有人在外面等你 啊 你该走了 娘 老爷 老夫有罪啊 辜负了你的仲托 弟弟 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 江公子 我们这辈子 有缘无分了吗 呃 呃 嗯 这又是哪啊 啊 诈尸啦 诈尸啦 什么诈尸 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啊 弟弟 嗯 啊 江公子 小艾 我妈是被关在魔狱了吗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宿主已经有入魔的迹象了哦 喂 小艳要你说 哎 算了 魔狱什么都不行 脑子疼 做了也真是的 都说了我没事 非要我来猴神 说什么这里灵草众多 可以移养心神力 利诱身体恢复 哎 灵草 可以做成灵烟手卖啊 嘿嘿小艾 快别说了 我们要发财了 大哥你谁啊 那系统说过 他的形态会随着我们的静气提升而变化 难道是那时候 我静生天静 所以小艳形态也生气了 宿主你终于反应过来了 所以说以后请你对我温柔点 人家现在可是女孩子 嘿嘿嘿 对你好点也行 叫成大哥 甜甜 是你做大哥我以后还怎么会 不听话的小朋友 就该接受爱的棍棒教育 你敢打我 我以后就再也不帮你了 嗯 对啊 这片灵草还得靠小恩才能赚钱 小恩 刚刚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这么美丽善良善解人意 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嗯 行吧 我就宽宏大量的原谅你的出言不逊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傲娇 那无所不能的小恩 一定能把这些灵草 烧成二十一世纪模样的卷烟吧 老张 啊 啊 小恩 你太厉害了吧 哼 你小爷我这次要装饭了 哈哈哈哈 刘长老 嗯 嗯 嗯 二少宗主 快看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给你 哎 这恶魔小子 刚倒回我洞藏宝楼 这次 不会是要后悔我丹阁了吧 刘长老 在想什么呢 啊 没有没有 哎 弟弟 你来丹阁找大药吗 身体还好吧 啊 哥 哎 来试试我复刻的灵烟 这是 哎呀 哥你就别管了 来个活儿 啊 这感觉 哎呀 仿佛置身仙境好久 万物可爱 浑身充满了力量 哎 少宗主这事 晋升了 哎呀 不愧是二少宗主 竟能研制出 对修炼有如此大用处的灵烟 啊 哈哈哈哈 哎 这么厉害 我不走啊 哎 二少宗主 是来把灵烟的配方 贡献给宗门吗 啊 弟弟 没想到你初中有戏 替宗门筹不住未来 啊 拿去拿去 自己练出去 弟弟一定能成为我们宗门的骄傲 幼稚蒙碎的一天啊 豹熊 我眼皮突突跳啊 巧啊 我也是 爹 爹 你要为孩儿做主啊 好好说 湘北 把我们带起的人全灭了 什么 全灭了 死仇不报 我刁报士不为人 来人 属下散 陪我去京城找刁物佑大国师 请他出山 灭了吴季宗 呵呵呵呵 江阁主 七日后就是无悦之夜 你以为你还能压得住我吗 当年我可以凭一己之力封印你 如今我还会怕你吗 呵呵呵 江阁主 忘了那个女人了吗 忘了你为此付出的代价了吗 南儿 北儿 你们一定要守住宗门 一定要 活下去 前方就是吴季宗了 刁大国师 可别忘了答应我们的条件 刁大国师 只要你能灭了吴季宗 将三百修士血迹后的游民尊者复苏 我们不仅能助你掌控封国 还能助你成为以洲之主 你以下如何 成交 敢说我刁家 都得死 所以 这么诡异飘声的怒气质 是吊吗 他们又要无机动一日游了 宿主可能真相帝了 上一次我是晋升到天阶 才堪堪打败三明天阶一级的黑衣人 这次他们来找的帮手 必定比上一次还几手 子安 我从天阶一级晋级到天阶二级 还需要多少东西占 宿主还需一万两千点才行哦 但现在还有这么多 谁想完了 宿主不要灰心嘛 等你天阶大圆满升到河谷一阶的时候 还会有福利哦 河谷是什么玩意儿 天阶还没到点啊 让我来为你科普下吧 我们所在的这个星陨大陆 修炼境界可分为五道境界和修道境界 五道境界偏重断体 宿主现在所在的就是五道最高境界天阶 等宿主天阶大圆满后 就会从五道境界升为修道境界 修道境界偏重巨神 目前一直修道者开辟出的境界有 河谷境 屁海境 风川境 竹崽境 好家伙 原来天阶之上还有这么多花样 为什么第一当时不和我说呢 第二 那主宰境之上是什么 好问题 答案是 没人知道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成仙的记载 成仙 说不定成仙第一人就是你 少年 我看好你哦 我成仙 只要为因为 江公子 你起得好早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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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 先吃早饭吧 我亲手做的 成功收集五百八十八点怒气值 叶兰 你先去吃 我出去一趟 哎呀 吃人忘了 地奥宝办来的救兵就快来了 我得早做准备 糟了 来吧 二叔 那就是江北 快去告诉我哥和多老他们 松门也不客气 啊 好 好 江北 快把我们变态世子放了 不然 不然 就别怪小爷我不客气 以为叼着根棍棍 就为我独尊了是吧 有效 杀 够东西 怎么说大 北少爷别怕 我们来了 弟弟 我哥来助你 这逃跑得有点狼狈 出来 冰宫 小爷我帮帮团来了 游戏现在开始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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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 哈哈 汪汪到目中无人 那就让我来挥挥你 冰宫爵 人掌 居然挡住了我的虚空飞弹 小看 尝尝这个 回 选 长 没打中 我说老头 你眼神也忒不好了 我真是 无用啊 年轻人 不要太狠哦 我这可是回选长 只有回选大叔 才会发出最大威力 放开 起来 和我 小子 下一次 可不会这么好运了 北少爷 老夫来助你 想逃到哪儿 你的对手是我 地狱之门 第一势 拔舌地狱 又是幽名的人 老夫就笑瞧你了 速战速决吧 老头 地狱之门第四事 地狱浩劫 情况不妙 那老夫就和你 鱼丝网破 和骨劲 突破 炎龙生发 这四老头 这四老头 竟然冒着 行销骨悔的风险 相信突破 何骨劲 我不甘心了 老夫 死而无憾 为什么 烟难 毒狼 我哥 还有宗门上上下下 为什么 总是要来招惹我们无极宗 我 要你死 这小子的气势 怎么玩具不同了 就凭你也想打败他 平手吧 滚 你是谁 你问我是谁 本尊是高贵的魔灵意义 当然 也就是你们人类常说的 心魔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本尊可以助你拥有无穷的力量 小屁 老子怎么可能有心魔 是吗 那你想像你之前 是怎么弱我的 要是怎么伤 控制不住自己的 要不是你母亲 在你心里留下一丝神魂 将你唤醒 这具身体 早就是我的了 所以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母亲 你瞧瞧 这个老家伙 那是天静五阶 你也觉得以你现在天静二阶的事 能当代的 我 别跟我说什么狗屁的家大空 你想像刚才多少人 为你身手造伤 我还是太有用了 对 对 就是这样 慢慢的迷失自己 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 终于 这具身体是活的了 你 你怎么没有迷失 你是从我身体里寄生出来的 怎么说小爷也算你爸爸了 你还闷得很 你竟敢对本尊不敬 本尊要杀了你 不过就是我的影子 说什么本尊 非箭的人类 你怎么不怕我呀 想他本体长这样 给爷气笑了 既然你不把本尊放在眼里 本尊就让你尝尝 宿主体内发现寄生虫 小恩代表夜亮消灭你 这 这是什么神器啊 见识短了吧 众生平等器 就要问你认不认我做爹 本尊宁死不去 违背素质意义 我错了 反刻宿主权位 我错了 我可要数 你笑得该死 笑得再也不敢了 笑得一定维护主人权位 该死的江北 没想到体内居然有恐怖如斯的女人 可我以后找机会把你们 虽然答应了 臭小哥 报告诉主 寄生虫已抓获 是否采取杀灭处理 小 小的这么听话 主人一定舍不得吧 成功收集七百八十八点怒气值 主人 哎呦 不是说宁死不屈吗 臭臭命杀臭臭命杀臭 吃一下也是可以的 要不是有扛着大杀气的大鞋大 你以为本尊会怕你啊 不过 江北现在有那些大招着 他一定很有前途 跟着老爸吃香喝辣 文尊 不 小弟很高兴为爸爸 按前马后 小全马之郎 这个利诺您看可以吗 吃香香脑 这种孙子 北帝肯定不是骂老徒手 但他在小安面前被压着打 这不就是行走的ATM机吗 而且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能让他随时给我开挂 那以后 你就是我江北帝十八代单传儿子 江小白 谢谢主人赐免 写的什么快点啊 二百三十三点东西指 那还不把爸爸放出去干掉敌人 好的 主人 我爹 又变强了 那是入魔的心血 这小子 到底什么来头 那就试试这招 死相隐去 烈空满日闪 什么 弟弟竟然能强制打散 天进大圆满的大招攻击 谁我了 晏蓝 这一掌之仇 小爷给你报了 要无用以死 你们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我军都不是逃兵鼠辈 是将奋战到底 兄弟们 是吧 竟然都跑了 等等我呀 二少宗主 咱们不追吗 不追 现在最紧要的是先就渡了 而且 小爷没力气 撑不住了 爹呀 无极宗的人 又又又又欺负我了 将北海把二叔给杀了 这画面 似曾枪使 标报 三百修士血迹到现在还没有着笼 你就亲自去向幽冥尊者结识吧 三日后就是五月之夜 现在无论如何都得赶往乌山大潮 协助幽冥尊者出事 心脏之脉全断了 是的 杜老现在就只剩主脉 在那吊着口气 那怎么办 老夫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刘正老 你是咱们丹阁的阁主 肯定有办法修护杜老的奇脉 对吧 我这一身丹术 都是江宗主叫的 现在只有宗主有办法了 毕竟 他可是从传说中的 无尽海域过来的 无尽海域 那是什么地方 等你们见到宗主 他自会解释 那我爹在哪 这几天一直没看见他 老爷在乌山大潮 不 乌山大潮就是什么地方 乌山大潮就在柳云城 是镇压游民尊者的禁地 老爷之所以在柳云城定居 就是为了亲自看守游民 老爷推断 文王几次三番攻打乌吉宗 定是与游民异动有关 已经前去乌山大潮镇压了 弟弟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出 放心 我哥身受重伤 不便前往 还劳烦虚张老 看不好我 那是自然 怎么说也是我徒弟 到了 陈庄 我一定会帮我爹镇压游民 带他回来救你 五月之夜到了 江戈主 你还要白费力气吗 不妙 封印终于破了 优民 还是出事了 爹 嗯 爹 我来帮你啊 干动吗 嘿嘿 臭小子 不要命了 谁叫你来的 成功收集 二百三十三点 怒气值 要不是渡老的伤 只有你有办法 小爷 我可不想大晚上 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 什么 渡老受伤了 要不是优民尊者出事 我实在是不准打扰二位 父子子孝 表报 你果然和恶灵 勾结在一起 狼狈为奸 你还是人吗你 江宗主 我只剩与强者为伍啊 黄吾 你终于来了 本尊要的三百修士呢 尊者 事情出了点小意外 这小子 我们两次行动 均已失败告终 哦 既如此 那就拿命来偿吧 将被你死定 啊 波尔 有命你干什么 那是我们自己人 呃 本尊可不知道 什么是自己人 本尊只知道 他们是弱者 只配成为强者的养分 就这点精血 还不够本尊塞牙缝的 鬼渣 下一个就拿你开刀 最疯的实力留在我之上 什么秩序吗 脑子不算大 口气还不行 成功收集 两千零二十四点怒记值 臭小子 你找死 黄武 你是想杀江万贯吗 还不动手 黄武 等会儿再收拾你 江万贯 受死吧 是你 明神荒虚 是你什么人 难得 江万贯 你竟然还记得我父亲 怎么可能会忘 王须趁我进阶 虚弱之际 将武困重 强行带走了 万儿和我们的孩子 常堂魔族圣 竟和你这样 不入流的丹师在一起 脸都丢尽了 明王爪 我这不入流的丹师 还不是把你这个万魔宗 第一天才打败了 你 我耻辱 永远会记得 王姐姐当初如果听从我夫妻 和老魔主的联姻计划 何苦现在被困在那个地方受苦 都是因为你 就已死 向王姐姐赔罪吗 万儿 万古明王路 去 万古明王路 你进步了不少啊 但还是 看一迹 阎龙偏行 说 万儿在哪儿 我死都不会告诉你 你 永远都别想见到他 皇屋那家伙竟然跑了 干嘛啊 你走 哎呀呀 打架不专心 送你小星星 好好 好 成功收集 一千一八十年 把我给激怒了 是 王家 下下随便 时间差不多了 小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今夜解开封印吗 我要不是你编 我咋知道 成功收集五百二十年奴契纸 而且 我想知道 小布 本尊 本尊 本尊可是幽冥一族的人 黑夜 能让本尊强大 五月之夜 更深 将万乱二十年封印之仇 本尊必报 今日就是你不责二人的死期 暗夜之遇 万发寂灭 走 什么都看不见 爹 你在哪儿 奇怪 老爹是听不见 小安 小安 我在 你能把这些黑物消散吗 不能 想查个大静静的 什么有何用 好可惜 是幻觉吗 不是吧 还能玩量产 我 我怕 幻觉而已 不 我 我 我真的 小子 这可不是关键 还是我分身 好好享受吧 龙明 我 玩来 这样下去不行 趁心分身 我无限分持 能强 能强 其对有破绽 无限吃虚 无限 夜空 全血阵 没有血量 小爷给你们造一个出来 爹 啊 爹 行 这么快就出来了 啊 八蛋 宝宠我 扫电 是要怎样 江万贯 这个老不死的 一看见宝贝儿子就撞上来 活该 嗯 我的手 小子的战绩 竟然能克制我 天生克你 战绩克 我又算得了什么 境界的鸿沟 永远无法逾越 接受命运 网楼仪 无天魔够 富有汉术 无自量力 子安 你不正极啊 快 快了快了 乱七火了 我都 奇怪啊 你小子的实力 怎么一直在攀升 境界提升至 天境四街 嗯 诺记直 一人为名 无法继续静生 宿主 怒气余额不足 境界只能提升至天境四街 什么 怎么停下了 您这魔枪也不行啊 宿主 要死吧 哎呀呀呀呀呀 果然 这种场面还是需要本尊压咒出场呀 曾小盆 还不快帮忙 是 大姐大 好的大姐大 伟大无上的主人 你只需要放松 身体由我掌控就行 这怎么办 爸 确定最重要是魔舟 那哪能呀 在大姐大的领导下 小的不敢不从 而且 还能助爸爸您孤过天境 宿主 宿主 什么 举神 和 和骨精 这小子什么妖孽 别通 传计认 妖鸣这种低级魔族 怎么能和本尊比 不 你 你干什么 妖鸣死 赶紧把身体还给爸爸去救你爷爷 就是就是 江小白你岂敢造此 嗯 这是在干什么 亏儿子 实心疯了 怎么还不过来扶你老子 来了 爷 你面个真硬啊 这都不死 你小子欠揍是吧 江白 都是因为你 猫儿才会死 你给我等着 爹 你这是吃了什么呀 怎么这么跟东西 再多说一句 给你宰了 二少总主回来了 快来个人 把我爹拖走 快 总主受伤了 爹 你怎么还有闲锦交花啊 杜老还等着你救呢 你老子我才醒啊 呗 杜老的情况怎么样 能治 不过 修复杜老心脉的草药 得在无尽海域北面的越石大陆 才能搞到 爹 听闻你是从无尽海域那边过来的 是不是该说一说 是啊爹 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没见过我呢 那得从二十五年前说起 当年我还是一名丹尸 在深山采药的途中 救下了出逃万魔宗的魔女 嗯 好香啊 什么味道 好香啊 你 你是谁啊 我是个丹尸 看你受伤 把你救了回来 呗 是不是 伤口确实被爆炸过了 这一路上啊 都在躲避父亲派来的人呢 嘿嘿 现在你救了我 你也是我父亲的眼中钉了 可别想着抛下我 啊 之后 我和婉儿 也就是你们的母亲 走到一起 却没想到 明神荒须 将婉儿和你们兄弟俩抓住 于是我去了万魔宗 和婉儿打了一架 就是你拐走了我的未婚妻 还敢闪门挑衅 扶了婉儿 好 有种 能打得过我再说吧 这 看看你是什么货子 最终 我打败了这个所谓的万魔宗第一天才 不 这不可能 可我依旧没能救出你们的母亲 凭死 只能把你兄弟俩带住 别跑 放下圣子 没想到的是 幽冥跟了官 于是我用尽半生修为 将他封印在了乌山大巢 将万官 之后 我就一直生活在星云大陆 看着你们兄弟俩长大 为父知道 你们可能很难以接受 自己的母亲是魔族人 老子金龙真是魔族圣母的儿子 少说也是个魔族诚意的合法竞争人啊 不管母亲是什么身份 只要她是我的母亲 我就认你了 不愧是我儿子 我们马上去救你母亲 老 老爷 还有我啊 父老你放心 我们立下硝烟之约 三年之后 我们一定能带着药来救你 硝烟之约 是什么意思 莫名感动啊 懂得懂懂 不过 好 在出发之前 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 同志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文武王 几次三番攻打无极宗吗 难不成我们无极宗 有什么旷世奇宝 不对不对 应该是他们闲的蛋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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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 to me 不是我针对大家 而是你 你 你 还有你 我 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逆子 听我说 我们无极宗之所以被人上门挑衅 正是因为大家修炼有祖现代 失利不济啊 文王那些人 把我们当作软式的念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他好看 打败他 没错 所以本少宗主 针对这种情况 制定了科学系统专业的训练模式 三年大比 五年模拟 好耀眼的光吗 难道这就是正道的光 每三年举办一次宗门大比 称之优异者 外门弟子 也升为内门弟子 极其优异者 可保送至核心弟子 未通过考核的弟子 留击一剑 参加下一次的东门大比 依然为通过者 得遣散回家 在此 我呼吁各位同门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曾经淋过雨 我也要撕烂你的伞 行了行了 别在这忽悠了 弟弟 燕兰小姐正在收拾包袱 应该是要走了 你快去看看 什么 燕兰 听说你要走啊 我起初残居无极宗 也只是想摆脱与刁毛的婚事 如今刁毛已死 我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 你觉得 我们无极宗 差你一口吃的 你误会了 我只是不想再麻烦你们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福利莱信说 家福音不想再和文王 同流合污 本打算进京告玉状 却被赶来的文王污蔑 现已被关进大牢了 我要进京救他 那正好 我们几日后 要去无限海域 无限随城 我们和你一起去救你父亲 谢谢 弟弟 你之前不是讨厌五王的吗 怎么还答应燕兰小姐去救他 既然五王诚心悔过 还去皇帝那儿告发文吗 这种迷途知返的好孩子 巧言我不得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真是的 哥你别八卦了 我心里的舍不得她 王爷 书信已送到 小姐已赶往京城 燕兰肯救我 是的王爷 江北似乎 也有一出手相助 江北 江北的 没想到最终竟是 无极宗的人来救 可笑 可笑啊 皇上 微臣要告发文王 私通恶灵 祸乱朝纲 罪不容诸 嗯 私通恶灵 没错 皇上 雕报纳斯 竟然用丹药炼制 半恶灵人 微臣起初并未发现 但没想到他竟坐下如此恶断 微臣为了我封国百姓着想 绝不姑息 特此上报 吴王真是耍得好手段 本王还没告你和乌鸡宗江北勾结 残害国师 雕不用 你竟就恶人先告状 反咬我一口 你 你血口呸人 拿出证据来 证据 证据就是我弟弟和我儿子的两条性命 你 试问吴王 如果是你勾结恶灵 会把自己的亲弟弟和亲儿子杀了吗 皇上 您说呢 就算是文王一手所谓 但文王势力变不成 若是轻易降罪于他 恐怕会引得朝中当于反噬 万一发生功变 父皇 这吴极宗的江北实在是可恶 竟然杀了我师父 即使如此 朕自是相信文王 皇上明见 把吴王关进地牢 秋后问朕 皇上 为臣愿望啊 皇上 老天 你且待十方御林军 十日后跟随文王出发 灭了吴极宗 替师父报仇 是 父皇 陛下应命 太子 他就是江北 你就是江北 你谁啊 你 你 你竟然不认识我 我可是封国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太子 龙 奥 天 你是个孤子 那我是什么 快 快告诉皇上 太子飞了 刁豹 不得不说 你的运气是真的很好啊 不过这次 没有人护着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 佛下来 老下留人 好你个江北 竟敢在天子脚下行凶 五福王法 小天 你一切息怒 我们只是来接五王回去 要不是调报恶意找茬 雷尔也不会如此 老匹夫你是谁 竟敢直呼朕的名讳 小天 你不记得老夫了 小时候 我还抱过你来 我还送过你一只狗呢 你说 既然是你小天的狗 就要叫 变 不会叫孝天选吧 够了 竟敢如此侮辱朕 来人 给我把僵尸夫子关进大牢 小天 你在做什么 祖母 您老怎么出关了 你还有脸问 朕闭关前 怎么交代你的 小天 你要知道这个皇位 是谁把你推上去 带你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放任乌山恶灵 在正恩人面前 作威作福 恩人 老匹夫 说的竟都是真的 恩公 这就是小北吧 都长这么大了 地天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年轻啊 这还多亏恩公当年传我秘法 没有你何来今日的地天 没想到老爹和女爹的关系这么好 那些我燕蓝他爹的事 不是手道亲来 地天姐姐 这个老头子坏得很 不分切口造白 就把我朋友的父亲武王关进大牢了 祖子 你别听他瞎说 武王和武济宗江北勾结杀害国师调物用 武王是罪有应得 当着地天姐姐的面 好好解释解释 武王到底有没有和我勾结 竟然惊动了女帝 听说她的手段心很手辣 和江江关系匪浅 是是是是臣女 你别忘了武王 是臣勾结恶灵 我前圣上看微臣未奉国 尽心尽历这么多年的份上 饶微臣这一次 勾结恶灵害我子 罪不可赦 请为难得进京 不如让地天好好招待各位 地天姐姐有心了 我们此次前来 只是为了救我 请见谅啊 如此 朕也就不多牛了 来人 带武王来见几位贵客 严兰 你终于来了 早些时候干嘛去了 现在知道找女儿了 这 这个 严兰啊 为父确实知道错了 为父不该忽略你的意愿 让你与刁毛联姻 严兰确实怪国父亲 但现在刁毛已死 一切随风吧 严兰 你这是原谅为父了 哈哈哈 你个大男人 怎么哭哭低头的 爹 算了 算了 哈哈哈 一想到这婚求以后 可能要喊我岳父 我就个的慌 你的宝贝女儿是我的啦 哈哈哈 可恶 爹 哥 人也救出来了 我们也该出发去 无尽海域了 无尽海域 等等 干嘛 不知江小友 能否把燕兰一起带上 我们此行凶险 不便带上燕兰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各位了 燕兰 她是弱水之体 啊 弱水之体 没错 燕兰的母亲 来自无尽海域 她的家族 每逢百年 就会出生一个 身怀弱水之体的女婴 弱水之体 体质阴虚 极易受恶灵侵袭 我之前有意 让燕兰和雕毛联姻 除了正直联姻外 还想借此调和 燕兰体内的阴虚之气 但本王也没想到 多年不见 雕毛竟然比娘们还娘们 那这和燕兰去 无尽海域有什么关系 无尽海域里 有一颗燕兰母亲 他们家族遗失的宝物 苍原珠 找到它 就可以解决燕兰 弱水之体 所带来的弊端 弊端 意思是说 这弱水之体 还有好处咯 应该是有 但具体是什么 本王也不清楚 燕兰她母亲 没和我说过 爹 为何我之前问起母亲 你总是支支吾吾 你母亲在你四岁左右 就去世了 我知道的这些 都是她在遗书里交代 死 死了 听问我吗 燕兰 不会是害怕了吧 燕兰别怕了 妈妈不在 以后小爷保护你 你离我远点 我不是害怕 我是自责 自责 好好好 燕兰眼光就是比我好啊 大小伙子 忒会疼人了 那本王就将燕兰交给你了 切记 一定要找到苍原珠 强国有我 请岳父放心 归儿子 走了 走了 请加工 哇 哇 哇 无尽寒月 我来了 瞧你的出息 那儿 去死吧 去死吧 对啊 药 是药 还愣着干什么 帮忙啊 啊 燕兰就先待在天州上 我们速战速决 江伯伯 万事小心 大胆妖民 竟敢残害百姓 弟弟呢 哥 我 在你床下 你踩到我了 主角总是压轴登场的 说吧 尔等想怎么死 生死堪淡 不服就干 大家往后退 看来 你们还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 好 好强 我们有救了 兄弟你好香啊 姐姐姐姐 油门大虾 金正大闸戒 小恩 小恩 搞个笼子 大大的笼子给我 系统小恩 为您服务 我的个七娘哎 大哥 你的盔甲磨到我的好看 现在试试我这个的时候吗 分屁 老爹大哥 抓住他们 做大餐 他真不是人 这只油门 这只青张 这只报仇 麻辣小龙虾 好 好强 你别急我 你的钱再戳倒我了 死鱿鱼 你手我哪放呢 你说的是哪只手 看朕打下的江山 小恩这么厉害 应该可以再给我变出烧烤架葱花香菜油味精的吧 哼 那可不 超级变变变 哇 我的个乖乖 瞧瞧这做工 豪华又高调 弟弟 这是什么 嘿嘿 老哥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BBQ BBQ 那是什么 哎 哥 你不需要知道那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 我们待会能大饱口服 是我想的那样吗 果神 哥 尝尝 我敢发誓 你吃了它 会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打面 可你 怎么学会的 打面 真想 你吃的是我七大姑 八大姨 二舅奶奶家的大外甥啊 我要你们偿命 大外甥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啊 兄弟 多谢三位大侠出手相助 无须多礼 这些妖兽乃是凶嘛 你们国主 为何才派这么些人来抵御海妖 大侠 有所不知 我东求边境海岸县 常年遭受受朝袭击 深受其扰 不过还好 国师足智多谋 每一次的受朝 国师总能带领援军 帮助我军降服海妖 他又来了 是什么 快逃啊 是那个人来了 但是最近 国师亲手辅佐的太子 将他软禁起来了 所以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等到 国师带来的援军了 对付贫发的受朝 实在是吃力 东秋国太子 软禁国师 无尽海域还走不走了 拿着这鬼东西离我原谅 纪尾大侠 是想去无尽海域 这咋了 可是 这无尽海域内的内部方位 数千年一直在变 几位没有地图 如何越过他呢 你是说 是无尽海域 只有靠地图 才能找到正确方位 没 没错 爹你 有地图 对吧 没有 老爸你连地图都没有 怎么好意思的 逆子 二位不必如此 其实 这无尽海域地图 是我东秋国的国宝 什么 是呢 纪尾帮我们东秋国抵御了海妖兽朝 说不定我们国王肯介于纪尾 是吧 医生 咱们马上去你国度 听说了没有 这次边境的兽朝 是几个外乡人击退的 那咱们的国师呢 之前不一直是他带头抗敌吗 你还不知道啊 宫里都传出消息了 国师被太子软禁起来了 软禁 国师不是咱太子的恩师吗 怎么会 听说 因为他盗取国宝 东秋国地图 被太子发现了 所以才软禁他的 不是盗取地图 真的假的 小妖无个什么倒霉吧 哈哈哈哈 终于等到你们了 几位击退海妖兽朝的英雄事迹 在宫中早都传遍了 那可不 小爷一出手 天下无敌手 啊 是吗 就是不知道我们帮了国书 你这么大个忙 能不能帮江某一个小小的忙啊 哈哈哈哈 少侠待说无妨 我东秋国地大物博 什么都能 我要你们的无尽海域地图 哈哈哈哈 江少侠有所不知 无尽海域地图前段时间失窃 真正让人追查此事 全无款是谁啊 父王 这还用追查吗 肯定是那狼子野心的国师偷的 二弟 此事上 几位大侠若是不及 不妨在我国多待几日 待地图找到 再介于几位也不迟 那行吧 我们就等个几日 快点啊 一定 一定 这设了晚宴为诸位接风洗尘 快快休息去吧 还不快得几位大侠下去休息 渣 好 我们走 哼 终于走了 和大哥待在一块 真的是难受死了 太子哥 你怎么还不走 只有朕来请你吗 是 父皇 这父子三人关系 怎么奇奇怪了 父王忙于朝阵 怠慢了诸位 本殿替父王赔罪 有劳太子殿下 今晚开宴 太子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那本殿就先行一步了 诸位舟车劳顿 快回去休息吧 谁人都说地图是国师头 但太子似乎在为国师说话 本来只有找到国师才能知道 这么晚 可能又中兵跋涉 肯定就是这里的 这就是国师 谁 我哪儿咋呢 你也是来刺杀我的吗 下次派个机灵感的人来 不是啊大哥 你有见过这么土豪的刺客吗 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别见啊大兄弟 小爷我是代表太子来慰问你的呀 太子 太子让你来做什么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第一 传闻你盗取无尽海域地图 所以才被太子软禁 这是不是真的 还有 是谁想杀你 是国主 那你还敢待在他儿子的宫殿 不怕他们父子把你一口闷了吗 正确的来说 是太子怕我把国主一口闷了 兄弟 挂以就位 请你细说 其实地图根本没有世界 那只是因为我想篡位 国主为了除掉我 安得罪名罢了 哇 惊天大瓜 篡位这种事 能这么直白地说出来吗 让我捋捋 国师想蹿皇位 国主要杀国师 所以国主才设了这么个局 陷害国师 可是 你为啥要篡位 你刚才的两个问题 我回答完了 这是第三个 现在该你回答我 太子让你来做什么了 小爷怎么知道 我随口乱扯的 不行 你不是太子派来的 既然不是太子的人 又知道了我这么多秘密 那你就去死吧 豪门恩怨生死海 八卦直卦训谨慎啊 哈哈 那我是太子的客人 客人行不行 我可以帮你给太子订话 真的 那就谢谢小兄弟了 变脸真快 各位远道而来 招待不周 几位大侠 吃好 喝好 哎呀呀 没有地图 是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该死的小灭红 居然还敢骗我地图被盗了 哈哈哈哈 江小兄弟说笑了 朕已经下令务必找到地图 诸位对我东邱国有恩 这地图找到后自然是会借 只要 只要什么 弟弟 来 把嘴巴擦一下 只要诸位能彻底帮我国解决海妖兽潮的隐患 老猫 朕会为你扑平登基道路 嘿 老狐狸 玩我呢 小兄弟稍安勿躁 每次海要兽潮 我国都需要靠地图指挥作战 若不彻底解决兽潮危机 叫朕如何安心将地图借给你们呢 行 希望国主能说话算话 早日找回尸弃的地图 地图分明就在你手里 要不是我急着找我妈 老子给你地图都掀翻了 父王 儿臣请命与诸位同行 协助他们抵御海妖 太子还想抢占军功吗 不行 宝宝啊 这次你也一起去好吧 啊 哎呀 太累了 我不要 而且海边都是些贱 贫民 有什么好玩的